我现在读朱熙旭的第四章 若驱礼 少仪 内则 地址之诸篇 故小学之之流余义 而此篇者 则因小学之成功 以驻大学之明法 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 而内有以近期节目之详者也 三千之徒 盖莫不闻其说 而真是之传不得其中 于是作为传意 以发其意 即孟子莫 而其传敏焉 折其书虽唇 而知者咸矣 这一段是说 自从这个西州灭亡以后 就再没有出这个明君 然后这个学校也就衰败了 教育也就真的衰败了 然后如果民众不受到好的教会 这个风俗也就败坏了 但是在东周春秋的时候 还是出现了孔子这样的圣人 但是孔子这样的圣人 他就不像以前的圣人 孔子他说他只是一个教师 对吗 但是他不是一个统治者 但以前你像这个 五帝三王的时候 人家是军师合一的 就是说 普天下 就是每个国家 最有德性 最有学识的人 作为统治者 被大家推带作为统治者 这是那个家天下以前 那家天下以后呢 那就对这个王室成员 进行良好的教育 让他们成为 整个国家里面呢 最有德性 最有能力的统治者 当然 但是这个不一定 你说这个 诸侯的太子啊 那么天子的这个士子 诸子啊 他就一定比普通老百姓 更好学 学得更好 但这是至少 当时这是一种 一种愿望 孔子呢 他是 他是有这个道德 但是他没有这个地位 于是呢 他就把这个先王之法呀 就通过这个教育啊 思学的方式啊 来传出后世 那我们助力 这个孔子的教育啊 跟三代的教育 是有个很大的区别 三代以前的教育是 公立教育 孔子的教育是思学 思学将比较于功力的教育 他是有很多缺陷的 因为个人的你的 无论是你的 个人的知识 你的财力 就是说你能组织这个学校 不太好组织 因为我们看朱熙 他所述的 他三代以前的教育 是非常的完善的 跟现在也差不多 那个是由国家 提供教育群 对吧 全民义务制 七年小学教育 各科由国家聘用教师 但到了思学 对于说你这个人 你就是得是思俗了 但是孔子 他是无所不通 是个圣人 那一般的人 你就 没有这么圣 不是一个全人的人吧 那你怎么去教 学生其他学科呢 所以说这是思学的一个缺陷 这是不得已的 我们说教育 还是要公益教育为主 这比较好一点 但思学可以为辅 孔子是个大教育家 那我们看孔子的 这个教育方法 若驱里少宜 内则地子执诸篇 故小学是滋留于义 这四篇和大学一样 都是礼记里面的 著名篇章 那就说在小学 也就是说学生八到十五岁的时候 先学驱里少宜 内则地子执 驱里少宜 这都是教一些这个礼仪的方面 但是也贯穿着 阐述的礼仪后面的指导思想 内则呢 是家庭内部的 这个驱里是比较杂的 地子执呢 著名十以 地呢 就是晚辈 晚辈的弟子 晚辈的 学生辈的 你的一些行为规范 这是先要教小学的学生 除了教一些那个 傻傻啊 应对啊 你怎么说话 怎么基本的卫生常识啊 对吧 就像我们幼儿园 现在小学生 你要教一下一些基本的卫生常识 什么时候起来梳头 什么时候洗脸 早上什么时候应该起来 起来什么时候问安 然后吃饭的时候怎么吃 各种各样的东西 穿什么衣服 都很详细了 但是大学这一天呢 就是说小学成功以后啊 就通过这个七年义务制 全民义务制教育之后 给小学生灌输了这些 基本的啊 卫生 体育 还有这个礼节上的常识之后 学得不错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大学 然后小学生啊 如果有幸能进入大学的话 再把大学 比较明确的这些方法 就在大学这一天里面 就把它注明了 就是大学的教育的方法 在这一片 这一片呢 能说大学这一片呢 它外 外在的规模极大 而内在的呢 就把节目啊 详尽的阐述了 这个节目呢 就说这个教育的这个 科目 你要教这个 大学教育 你要教什么 教什么啊 小学教育是教一些 基本的技能呢 我们说是 礼乐 社 与 书 署 一些基本的礼节啊 社阶啊 驾车啊 书法啊 认识啊 然后 比较基础的数学啊 大学呢 就教这个 为人 为正的这个大道 所以说 比较 一方面呢 是自修的大道 而且另外还要 如何呢 生修之后呢 还有自家 还有自国 还平天下 就这个意思 三千之徒 盖莫不闻其说 而真是之传 独得其中 于是作为传义 以发起义 这是朱熹 他认为大学 这一篇是 曾子所作 曾子是孔子的门人 但现在来看呢 大学可能是战国 晚期 中晚期的作品 就是 很可能不是曾子 他自己起的 或者说是曾子的 弟子 或者 就是 获得了曾子的 这个真传的 儒家的这个传人 但这也不影响 大学这一篇 文章的价值 我们对他的理解 但是他出席 是这么认为的 其孟子末 而其撰米烟 则其书衰存 而知者 贤矣 就是说 这个孟子啊 他又是 曾子的 在传弟子 就是孟子 没有见过曾子 但是 他是 孟子的 学生的学生 孟子呢 又是 孔子以后 是最著名的 儒家学说 代表人物 孟子 死了以后 这儒家学说啊 在很长时间内 没有出现 像孔孟 这么出名的 代表人物 真的这个 儒家真正的 复兴啊 怎么说 还是在东汉时代 出现了一些 一些大家啊 像 马龙啊 郑璇啊 对吗 但是 然后到了 宋朝的时代 这个时候呢 就到了一个 新的顶峰 那我们现在 下来 以旧功名之说 与福百家 重计之流 所以 获释 污名 充舍 仁义者 又 分难 杂出 夫妻间 此其 君子 不幸 而不得 闻大道之药 其小人 不幸 而不得 蒙 自治之辙 贵芒 匹色 反复 尘固 以及 武器之衰 而坏乱 急 所以说 自从这个 孟子 去世以后啊 这个 儒家的真传 已经丢失了 那么 那些 留俗的 这个儒生呢 就 所忠于这个 记忆 背诵 一些古代的经典 那么 所 花费的功夫呢 很多 但是 不使用 然后 因为这个 儒家思想啊 按照这个 孟子的观点啊 对 按照朱希的观点 从孟子以后 就衰落了 所以就导致了 其他异端的心细 他说这个异端 有很多种啊 战国时候 有朱子百家啊 什么 墨家啊 对吧 道家呀 法家呀 阴阳啊 兵家呀 这是指 其他 全魔术术 对吧 一切以公民之说 但他前面说 这个异端虚无 寂灭之教呢 这主要是指佛教 也包括一点 道教 道教 是中国本土的宗教 但是他在发展过程中 他吸取了很多 佛教的元素 佛教呢 是吸取了部分的 道教的元素 但道教 其实很大程度上 其实 被佛教给统化 都是 虚无纪念 佛教 他道教当然也是 中华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但其中呢 的确是有很多 招迫 而且我们 也需要承认 的确是在这个 儒家的思想 或者同时还有道教呢 其中摆压了这个 中华文化的精髓啊 自从这个秦始皇 奔书坑路以后 中国文化经历了 一个衰落的阶段 这些精髓 没有被很好的 继承和发扬 导致了其他 学术 填补这个真空 因为你 儒家 道家 或者其他的学术 你这些好的东西 没有继承 人总要是有 总要有 这个思想的 我总要信一样东西 然后 你像这个 佛教啊 道教啊 这些就涌入了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百家 百家是 朱熹这样 否认这个 百家真名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说 一个健全的社会 肯定是百家真名的 因为 不可能 大家都去相信一种思想 即使这种思想是最好的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呀 但 这种百家真名呢 在 逐渐这种开放自由的 学术 氛围之中呢 那我觉得好的东西 一般来说 还是可以被继承和发扬起来的 但是其中也的确有些不好 所以 或是无名 充塞了 逆者 又 砸烂 奔烂 砸 出福其间 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啊 就是 我们说是 异端 邪说 这个也真的是有 比如说 这个朱熹 这批判也 也很有道理 比如说这个 汉代 是吧 虽说他 不分书了 但是他也 他独尊卢家 他也是 也是钳子思想的 汉代出现了什么 这个卢家就像这个 像宗教化 像迷信 过渡了 所以汉代人特别想 想称伟啊 这个五行啊 他这个五行 当然这是一个 本来是一个科学的概念 但是他 就钻到牛角尖 是吧 这个五行 你这个朝代 你是什么德啊 下个朝代什么德啊 都是些 无用有害的东西 所以说 也是令人痛心疾首啊 我们那个祖先 是吧 几千年来的 这个 儒家文化 就 就被这个 就衰落成了 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衰落的过程啊 他汉代 他东汉 还有个中心 这东汉灭亡了以后 五福十六国啊 这佛教是非常的兴盛的 应该说 都超过了 儒教 儒家学说了 当时就说 在南美朝的时候 这民间流传的 这个佛经 老百姓 这个佛经这个书 你这个儒家的经典 但是要多很多倍啊 可能是多十倍吧 几十倍吧 所以说 君子不信 而不得闻 大道只要 就说 这个君子呢 有德行的君子呢 也是要学的嘛 又没有这个好的教材 把这个大道呢 来学习 这君子学习不了大道 这国家的统治也不行啊 那小人呢 就普通的百姓呢 你这个生活也不好了 你说国家的这个治理不行 对吧 然后就恶性循环 一直到这个五代 这个唐上我们说 国力很形成 它是个多元文化 但是唐朝你这个思想是 你这个思想 哲学方面的成就 以及汉朝 宋朝 那是远远不如的 唐朝他有 他有的 强的地方 但也不是什么都强 到了五代 唐朝灭亡以后 五代就 君华歌剧了 混战了 那这个 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素质 是吧 这个社会上这个风俗 那就不用说了 可能又到了一个新的地点 我说五代 这个中华这个文明 文明 古国 李一之邦 已经 被 几乎是彻底的败坏了 大家 我们来看 第六段 也是续的最后一段 天运循环 无往不复 送得龙圣 至教修明 于是河南 臣氏两夫子初 而由以皆夫 梦氏之传 此时尊信此天 而表彰之 既又 为之 赐其 简 天 发其 归去 然后 古者 大学 教人 之法 圣经 贤传 之子 燦然 复明 于是 虽以 稀之 不明 亦信 思书 而予有 闻焉 顾其 为书 游泼 放尸 是以 忘其 故漏 采而 吉之 坚毅 切腹 己 补其 削掠 已是 后知 君子 吉之 见于 无所 陶醉 难于 国家 化名 成熟 之意 学者 修己 智能 之方 则未必 无 小 补 云 最后一段 就说 五代以后 乱极 而至 到了 宋朝 宋朝 是三百多年 很长的 一个朝代 虽然不是完全 统一 但是我们 还是要说 宋代 这个教育 的确是 很有成就 他的 教育 他的规模 可能是比 东汉 稍微差一点 但是 他在思想上 的成就 肯定是 超过了 东汉 尤其是 尤其是在 儒家思想 的发展 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阶段 宋朝 那么说到 儒家思想 的发展 我们当时就要说到 荷兰的二臣 就是 陈浩 陈宜 两兄弟 就说 他们 因为在这个宋朝 以前 这个孟子 不是特别的 被重视 他们 又重新 重视 这个孟子 因为这个孟子 是孔子 最重要的 传人 然后 通过这个 孟子的思想 他们又 笔记 这本书 就发现了 大学这一天的 重要性 就说 他是 儒家思想 这个高等教育 刚要性的 文献 所以说呢 就把这个大学啊 原来传下来的 这个大学 这篇文章 就把它编辑了一下 因为这普代的说 你知道 这个战国的时候 没有这个造子说 他都是用竹简 竹简 这个年代一久了 他都散掉了 往往一些秩序呢 就 就不对了 然后又重新 把这个文字的顺序啊 编一下 然后又把自己的 意见呢 作为这个 辅助 加上去 然后呢 就说呢 把这古 古代的这个 圣贤呢 教育的方法 最重要的纲领呢 就重新呢 让世人呢 能看到了 朱熹呢 他呢 是追随这个 二臣的 学说的 他是继承了 但是他是 在继承上呢 又有很大的 发挥 所以我们说 我们说朱熹 他的 成就 肯定是超过 二臣很多的 这个 清出于 男 胜于男 他就说呢 二臣呢 他的这个书 因为一件事 我们知道 一件事 你的最初阶段 你这个学术啊 可能是 肯定是新的学术啊 肯定是有比较粗糙的 东西 新的东西 肯定是不完美的 所以他说呢 这个二臣这个书啊 他还是不够严密 所以说呢 这个朱熹 当然也很谦虚啊 他说我虽然顾漏啊 我把这个 把这个 二臣的这个思想啊 对这个 大学的 产名发挥啊 我把它 把它拿来 编辑一下 又加上 一些自己的意见 来弥补呢 他们的一些缺失 其实我们说朱熹 在这个方面的贡献 是比二臣要大得多 但是他 就是我们 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嘛 都是很谦虚的了 然后说呢 以示后制君子 就说 我这个朱熹 这个 阐述 也不是完美的 我还等到后人呢 来补充我 来矫正我 这当然是 我们当然也很希望 后面 我们能够 继续出现一些大家 甚至超越了朱熹了 但是很遗憾的是 八百年来呢 思想高度呢 没有再超过朱熹的这个 朱熹的人呢 在儒家思想这方面 后世有 王阳明啊 但他们并没有超越 只是作为一种补充 然后这个朱熹就说呢 他说我这个书啊 对于这个国家的教育啊 民众的教化呀 风俗的改善呢 把这个学者呢 然后自修啊 然后成为 成为 对国家 对社会有用的 这个统治 统治者 也 应该是有一些 小小的补义的 这个当然是有啊 我们说这个朱熹 他 在思想上的贡献 是非常巨大的 好了 这样呢 大学这一天呢 朱熹的 前言 去 六段 就讲完了 这一天呢 我 不过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